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潮家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今天选择的这类产品是电台类热门的APP 那么电台类这种APP呢 它确实是出现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在PC时代呢 那么电台类这种APP呢 电台类这种产品还不那么火 那么这种电台类的产品只有在移动互联网上 它才有它发挥的空间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选择三款热门的APP 给大家分析一下电台类产品 他们的一些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次课的课程目标 那么第一个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 移动电台行业的这种发展现状 第二个是希望大家可以学会分析 三款热门的移动电台的APP 分别是喜马拉雅FM 蜻蜓FM和荔枝FM 这三款APP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前沿的路 我们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尤其是智能手机的这种大规模的普及 那么电台行业也进入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而且正因为智能手机的这种普及 移动互联网为整个互联网电台行业 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市场潜力 那么移动电台也彻底打破了 传统的广播的模式 让用户从单方向的这种被动的接收内容 到主动的去收听自己喜欢听的内容 那么移动电台正在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 成为用户收听节目的一种新的方式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把广播这种形式再重新的去处理一下 我们说移动电台 它的来源其实来源于广播 那么以前广播曾经非常痛恨电视 因为电视抢了广播的生意 那么在PC时代呢 广播也比较痛恨互联网 因为互联网让用户能够更轻易的接触到信息 也不需要电台来传播内容 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到来 那么电台广播 觉得自己又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出路 那么也彻底拥抱了互联网 那么这时候 那么电台广播觉得移动互联网 不仅不是他们的敌人 反而是他们一种朋友 那么广播除了通过收音机 除了通过车载这种方式 去达到他们用户之外 又多了一个新的渠道 就是手机 那么随着手机智能手机的这种普及 那么现在 手机就会成为传统的这种广播新的一个增长点 那么移动电台这种崛起 也吸引了很多资本市场的加入 自从2010年起 那么移动电台应用 加入者非常的重播 那么主流的产品形态也基本的形成 而且由于他们不同的应用工程的定位 那么目前来说 主流的移动电台应用大致分成三类 第一类呢是以点播为主的 第二类是以直播为主的 第三类是以推荐为主的 我们以这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点播类的 主要以凤凰啊 蜻蜓啊 还有这个喜马拉雅荔枝 这都是属于点播类的 那么直播类呢 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蜻蜓 还有这个酷狗 推荐类呢 有豆瓣 还有这个可辣 当然这是从这个三大分类 那么这三大类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说点播类的应用 它其实需要丰富的优质的音频资源 属于我们内容型的产品 那么如果说按照内容来区分的话 那么又分为PGC跟PGC加UGC 所谓的PGC呢 就是专业生产的内容 是指着专业的这种策划团队 专业的这种运营团队 去策划的一些内容 那么UGC呢 主要是用户生产的内容 那么比如像考拉FM 豆瓣 懒人听书 这都属于第一类 就是纯的专业的生产的这种团队 去生产的内容 PGC 那么像喜马拉雅 荔枝FM就属于第二类阵营 它既有专业团队制造的 那么也有用户自发的去生产内容 另外呢 随着这种车联网的兴起 那么移动电台也有了新的机会 那么很多人现在 在这个开车的时候 有的时候已经不听 这种车载的一些音箱啊 车载的一些导航 都开始用这手机了 所以说也给这种移动电台 带来了新的机会 那么我们现在来 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下 现在移动电台行业的这种发展现状 我们先从数据的角度来看一看 这是一关智库给的报告 那么从2014年 Q1到2015年的Q2 我们看 移动电台的这种用户规模 用户规模 有一些波动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向好的这种势头去发展 那么2015年的Q2呢 中国移动电台市场的活用户 达到了4991万人 那么将近呢 5000万人 那么相比Q1来说 是增长了19.7% 那么我们再从参与者 这个行业参与者 他们的市场份额来看 截止至2015年3月份 那么蜻蜓FM的累计下载量是最高的 达到了16713万 那么考了FM下载排第二 喜马拉雅排第三 但是从用户量来说 那么喜马拉雅FM和青天FM 均以1.5亿的用户量 暂居行业前列 当然 不同的这种统计机构 那么它给的数据量 但是不太一样